題目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圖顯示了graph 比例2x squared加bx加c b和c就是constant 找回這個graph的vertex 你看到這個graph穿過兩點 一點就叫做-50 另一點就是0-10 只要把這兩點代回到那個equation 你就算到b和c是多少 我們先代這個0-10 下去這個equation x變0 y變負10 所以計算到世界c就是負10 接著我們代第二點下去 我們代負50這一點 下去這個equation y等於2x squared加bx減10 c就算了負10 你就當然用回它了 代下去之後 就會計算到世界b就是8 所以這個equation就是y等於2x squared加8x減10 接著我們要計算vertice 我們先計算vertice的x座標 就是-b over 2a 這裏就是-8 over 2乘2 所以就是-2 就是vertice的x座標就是-2 那它的y座標是多少呢 那你代回x等於2 下去的equation 就計算和y y就是-18 所以vertice就是-2-18 當然有同學選擇用completing square 去找vertice 都沒有問題的